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道medium题Laycode的560题,题目的名字叫subware resum equals key 那这道题目呢也是一个名价必争之地,很多公司都有考到它 然后也是一个特别是FB,它是一个出现比较高频的题目 然后这道题目呢它具体其实会用到hashmap这个概念 然后以及涉及到题目中的array 那其实我们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 在这个on的时间复杂度下用到这个前缀和数组的这个概念 prefix sum array的这个概念呢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做题的效率 好,具体看一下题目的意思 说给定一个整数数组和一个整数k 然后需要找到所有的连续的subarray 使得它们的核满足等于k 那么要把最后total number要返回出来 看具体的例子是怎么一回事 说这个整数数组是111 然后k是2 返回的是2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11等于2 1 然后第二个1和第三个1也等于2 所以一共来说呢 有两个可能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第一个1和第三个1不能组成一种结果呢 因为它说了需要是一个连续的subarray 好,那其实这道题 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呢 第一反应就是说直接用暴力解法 把那个所有的可能性都扫一遍 然后最后统计一下满足的个数 然后返回 我们可以具体来实现一下这个暴力解法 首先还是先要用conocase去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数组是空 或者说数组的长度是0 那么就可以直接一票否决返回0 之后呢 我们要去 两层循环去便利所有的可能性 首先是外面这一层 注意这边J的时候很容易写错 不要写成I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再有第三层 第三层呢 也就是说它的起始位置是I 然后它的中始位置是J 就保证取到了I到J的这一段 好,然后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就要去算它的这个 结果了 然后这边有一点问题 应该是index 然后判断一下 好,应该便利完 I到J了之后 我再去判断 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 算 每次给它刷新一下 然后初始画一个count 最后返回count 看一下两边for loop 然后去到I到J 这个地方需不需要把这个index等于J的情况也包含进去呢 其实是需要的 比如说在某一种情况下 I点于0 J点于I 也就是J点于0的时候 我们是要保证 至少index等于0的时候 我们是要算出来sum是等于什么的 好,跑一下看看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time limit exit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n的三次方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超过了这个题目设定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一看在什么地方可以把它做一个优化 嗯,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边用第三层的for loop 是用到了我们去取每一次I到J的区间 但是其实呢 I到J的区间我们可能在不同的for loop里面 就是重复去取了它们 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了额外的运算 如果想省略这一步呢 我们可以试着直接在这边一边统计当前的这个sum 一边去判断sum是不是等于k 好,这个时候呢I是定次的 然后不断的把J往右边移 然后再移到右边 在不断往右边移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不断去更新这个sum 然后同时去判断sum是不是等于k 看看这样子可不可以 好,这样子至少是没有超时的 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过了这道题 那么如果是这种做法呢 我们就会用到时间复杂度是n方的这个情况 那其实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呢 我自己没有想出来 但是呢我看了那个来offer的视频 然后那个老师讲到了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前缀和宿主 嗯,开始不是很理解 然后我们具体通过几个例子 然后来实现一下 看看这道题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先把这个地方comment掉 好的 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比如说 index 我看一下是0,1,2,3 然后它的数组 这个举的例子是1,1,1 好,然后它的这个prefix somearray 也就是前缀和宿主 我们这边整个往右边挪一下 是多少呢 前缀和宿主也就是前面所有的 和 那么这边是1,2,3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补一个0 具体 为什么要补 我们一边做一边看 那如果说我们想得到一个 i到j的 这一段的prefixsome 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把答案写出来 is prefixsome j 减去prefixsome i 减1 怎么要去证明这个等式成立呢 首先 prefixsome j 等于什么呢 等于 prefixsome 前一个 前一个 其实它应该是等于 第0个加上 第一个 加 加到 i-1 加 i i 加到 g 那 同样的 prefixsome i-1 又等于什么呢 看 它是不是等于 nums 0 nums1 一直到nums i-1 1 那 我要的 prefix i-j 这一段 是不是就是 i-j 的这一段 因为 你看 prefixsome j-prefixsome i-1 它就等于 nums i-nums 那 這樣子 大家看到 如果我们想要 这个 数 等于 k 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某一段的 sub-array some 等于k 的话 我们同样可以得出 什么呢 是不是 prefix sum i-1 等于 prefix sum j-k 然后我们这边会保证 说 i-1 一定是比 这个 j的这个index来的 小的也就是说我们会 先经过i-1的位置 然后才到 j就像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列出来的这个等式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个条件呢 也就是说 这边对应的 prefix sum 对应的每一个 prefix sum j-k都会 有一个对应的 prefix sum i-1 这样子呢 它是一个一一对应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它就是 k对value的一个关系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用一个hashmap去做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去把这个hashmap给 create起来 然后k和value其实都是integer 然后我们叫它pre sum 那在一边 我们还是要去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得到到底里面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好 好 变列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什么东西 首先 我们要判断一下 就是在这个 我们每次会遇到一个 应该叫什么 每次会遇到一个当前的这个 首先我们还是要把它去累加 累加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数组从左到右的每一个数都把它求和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求和 这边呢 就拿到了当前位置的从左 从I等于0一直走到当前的位置 这个整一个subarray的sum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看看这个sum减去 这个sum也就是说当前的prefix j sum减去k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hashmap里面的k 有没有相对应的这个 prefix sum i-1的这个value存在 好 好 就得看一下 contain 直接把sum减去k 就是它 那如果它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去取到这个value 然后这个value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先取一下看看 这个取出来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发现 如果说就是它这个满足的sum减 k刚好存在 有存在在hashmap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 存在有这个解释的 这个subarray sum equals to k 那么具体有几个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对应的这个值 这个key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值 然后这个value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值对应的个数 就是存在 就出现了多少个prefix sum 是满足这个prefix sum等于当前的sum减去k 这个条件的 我们就直接把count加上这个 那我们这边当然也需要一个count来作为计数 好 这个判断的同时呢 因为我们走到当前的这个index sum 但是这个index的这个prefix sum呢 还没有统计到这个hashmap里面去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放进去 怎么放呢 prefix sum 好 放进去之后 应该 它的key呢 还是这个sum 对吧 然后 因为 因为它需要就是判断说当前的这个sum 它有几个对应的 满足这个条件的个数 那么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 这个hashmap里面 是不是已经存在有k.sum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这个万能的公式 get or default 对吧 然后sum 0 加1 好 然后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count给return出来 然后 然后 这样子 诶 十一行 少了一个分号 诶 contains 就这样子啊 诶 奇怪哦 因为这边的话返回的是1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具体哪里出了问题 好 我们说sum等于这个从1开始的value 然后如果它本身里面有这个sum-k的这个 这个k的话呢 我们就去拿它的这个number 就是它对应的value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直接就把这个当前的sum放进去 放到这个hashmap里面去 ok我们这边看到就是用prefixsum说很容易把这个0的prefixsum 0的这个情况给漏掉 因为如果如果i等于0的话 它这个prefixsum就等于-1了 然后-1的情况呢 如果我们在这边不特别指出来我们就很容易出错 就像我刚刚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需要把这个prefixsum的0等于1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hashmap里面 如果说它的key等于0 也就是说这个key直接等于某一个数的话 那我这个value就等于1 就是0的这个情况我只出现过一次 这样子呢再去进行后面的这个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看起来这边是没问题的 好那果然是这个问题 其实这一步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忘记 好总结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一开始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n三次的方法 然后去求一个暴力解法 然后暴力解法呢 我们发现有很多就是重复计算的情况 然后我们把它优化到了n次方的情况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解出来这个结果 但是呢有一个用on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么具体是什么 就是用这个hashmap和这个prefix sum array的这个概念 但是用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注意key value分别是什么以外呢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要加上这个key等于0 value等于1的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key我们要求的这个integekey直接就等于某一个数的话 怎么样去求这个prefix sum的情况 我们需要拿出来额外的去讨论一下 否则的话就可能出现比如说prefix sum等于i减1 那么i如果等于0的话 那这个prefix sum的它的index就变成了-1 如果变成-1的话好像这个就有一点问题 因为它的index是从0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边记得要去把这个0的情况补齐 好那这道题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虽然它是median题 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on的时间复杂度去完成的话 还是需要想清楚一些点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 这道题还是蛮值得再多做一做练习一下 然后熟能生巧的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